这样说我们今天中朝的这种特殊的友好合作关系 在60年来能够经受风雨 能够历尽坦克 能在今天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断的向前发展 那么志愿军所付出的这样一个血的代价 应该说功不可没 我想这为鲜血凝成的中朝友谊也赋予了新的内涵 那现在我们注意到国际媒体都在关心这样一个话题 就是中国的总理去访问朝鲜 对于重启六方会谈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你怎么看 我觉得这次温总理的访问议题很多 那么主要议题其实是要达到的目的 或者说主要议题可以概括为三句话 这就是深化友谊 总结历史还要开辟未来 那么深化友谊主要体现在这次温总理去了以后 签订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技术贸易合作 包括教育旅游的新的合作 那么在新建鸭绿江这样一个公路大桥上 双方也达成了一致 为下一步的经济贸易奠定更坚实的基础 所以这是第一个议题 那么第二个议题就是总结历史 六十年来啊 中朝关系在世界风云的考验之下 我们不仅经受了世界风云变换的考验 其实也经受了时间的检验 温总理在和金英日总理会谈的时候 他总结了四大启示 我觉得这四大启示不仅是过去六十年来 中朝友谊中朝友好合作发展的这样一个重要启示 其实也为未来中朝进一步的加强合作 为未来开辟中朝友谊 作为今天访问一个新的起点 其实也奠定了一个基础 所以这是其一 其二呢 我想强调的是朝核问题啊 它不是朝鲜和中国的之间的问题 它是朝鲜和美国韩国日本之间的问题 那么共同解决朝核问题 符合朝鲜中国的利益 也符合有关各方的利益 符合东北亚地区和平与稳定的利益 这是其二 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知道 解决朝核问题呢 需要各方来付出共同的努力 这是我们所期待的 也是这次温重力访潮的重要议题之一 好 非常感谢孟先生的分析 您正在收看的是东方时空 连日来 英国的各大主流媒体 高度关注新中国国庆六十周年的庆典活动 实力和信心 是媒体们最频繁使用的词语 英国的电视媒体在第一时间报道了新中国国庆的阅兵式 英国广播公司也就是BBC和天空卫视 都在新闻节目中插播了国庆庆典的直播画面 并在新闻里滚动播出了新中国国庆庆典的新闻 BBC的评论说 这场庆典充分展示了新中国的自信 天空卫视的记者则报道称 这次阅兵式所展示的都是中国国产的武器装备 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英国《每日电讯报》出版了新中国国庆特刊 以16版的篇幅报道了新中国的建设成就 以及因中两国关系近年来的发展 特刊在显著位置刊登了英国女王 伊丽莎白二世向中国国家主